Hello 大家好 我是Britney 今天我想介绍给大家8个YouTube频道 你们可以看一下用来去练习你的广东话 如果你起码有中等程度的话 这几个频道会适合你的 但是我也想鼓励大家 无论你是初级或中级的程度都好 试试看这几个频道 和看你明白到多少 看不同种类的频道是很好的 因为你可以认识多些 你平时在家里未必学到的新词会 通过试看不同的YouTuber 你可以一边看你有兴趣的东西 和一边改进你的广东话 好像我在我的Five Podcast 说过 当你学习一种预言的时候 听多些不同的人的声音是很重要的 我试试了几种不同的频道给大家 希望大家都会最少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 好 我们开始了 第一是点曲街 正如它的名字一样 点曲街是一个教人烹饪的频道 它会教大家如何用电饭煲 去做芝士蛋糕 金砖豆腐 叉烧包 它还有一辑是同一位中医师 去教大家如何用南不幸雪意淘胶糖水 来滋润自己的皮肤 点曲街的主持 马田 说话的方法是很适合的 很背景的 我觉得它也挺有趣的 它竟然用BBC炒饭的方式 去教大家如何炒饭 中国食物 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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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它解释煮东西的程序 就非常清楚和详细 我喜欢它会解释它的步骤和方法 如果你不依照它的方法 又会有什么效果 很多它的影片都有英文和标准中文字幕 它的Vlog有英文字幕 但多数以笑话为主 不一定是直译它的笑话 所以如果你喜欢烹饪的话 你一定要看点曲街 一边学煮菜 同事又可以练习广东话 鱼石 鱼鱼 两者 兼得 我第二个推荐就是Mira's Garden 大家好 我是Mira Mira Mira住在韩国的 它这个频道主要是说Mira住在韩国的生活 因为它主要说美容和时装 所以会比较适合女性观众 不过它的Vlog会说有关它住在韩国的生活和感受 大家不妨看一下 它的影片一般都是一些轻松和大家日常生活有关的题材 有标准中文字幕的 我第三个推荐就是 电下在香港 香港在世界 Hong Kong in the World 主持电下会说到 广东话各种不同的讲法 用法和文法 我和他一样都是想推广广东话 他的影片就对一般对语言有兴趣的人都会有用 他有一期叫做 香港的年轻人门口难音 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我特别喜欢 语言是一种沟通手段 不是用来玩分化分阶级的 所谓年轻人说话不清楚 其实都是由上一代慢慢改变慢慢传来的 我觉得这一期关于 港独话难音是特别重要的 如果你曾经指责过别人 或者被指责过用难音 你应该看这一期 比如说了你 而不是你 说我 而不是我 等等 这一期对我来说 解释了为什么 时常批评 难音 其实对保存广东话来说 起了一个反效果 他的影片有字译字 非常少有 所以如果你对于 广东话和语言有兴趣 你一定要去看 电下在香港 香港在世界 第四个频道叫做 Hello 大家好我是Jason 主持Jason 有不同种类的影片 他有评述和Vlog 他的形式好像PewDiePie 他坐在桌子前面 自由发挥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他的影片有标准中文字幕 他又有一个游戏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第五个也是一个游戏 他是一个综合频道 有很多不同的短片 都是讲一些日常的 平常生活轻松的随时 他们都有做延长直播 一边吃东西 一边回答大家的问题 他们部分的短片 会有标准中文字幕 好啊 我刚刚也想问 你吃不吃这间 下一个呢 第七个就是 Amin 他的影片是有关 旅游 科技和摄影 水准非常之高 如果你喜欢科技 和一些 时常的小工具 你应该看一下 部分他的影片 有标准中文字幕 今天我介绍最后一个频道 叫做Bomba 他是一个喜剧性质的频道 不过有些影片是儿童不宜的 虽然他们有部分影片 是成人题材 不过有些说法 大家都应该学会 如果你想看多一点的话 他们还有第二个频道 有更多影片 他们其中一些影片 会有标准中文字幕 好了 今天是这么多了 我放了全部的频道的link 在下面的 description 给大家 你们有没有 你们自己喜欢的 港广东话的YouTuber呢? 在一个留言告诉我 谢谢观看 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 记得点赞 记得点赞 和分享给朋友们 之前我进行 我有一个小小的访问 很多人都问 我穿着这个 没有问题 我穿着 我想让你们知道 它已经在路上 它已经在路上 我正在路上 我正在路上 所以有很多小的步骤 我必须要设置 才能够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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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站住 它会在路上 没问题 拜拜 Report 主持Jason 就 .. 主持Ja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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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